日本决定是巨资买下西南方向马毛岛 声称用于美军航母舰载及起降训练 日美打造马毛岛基地到底有何判断 驻日美军要在冲绳举行地对舰导弹训练 美军还计划在冲绳部署射程300公里的岸舰导弹 岸舰导弹部署冲绳将会对近出西太平洋船只带来怎样威胁 英国声称要在东南亚建立新军事基地 此时插足南海英国到底意图何在 防务新观察即将播出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我是王鼎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斥巨资160亿日元 买下位于日本西南方向的马毛岛 将这座岛屿用作美军航母舰载机的 起降训练基地 美军驻日基地再调整的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盘算呢 而且日媒还透露称 驻日美军已向日本自卫队通报 美军将在冲绳县实施地对舰导弹的训练 还计划今年在此部署案件导弹 美军一旦在冲绳部署案件导弹 将会对近出西太平洋的船只 带来怎样的威胁呢 此外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援引英国国防大臣 加文·威廉姆斯的采访报道称 英国计划在东南亚建立军事基地 英国海军一旦在南海周边建军事基地 是否会使该地区的战略形势 进一步的复杂化呢 在进入演播室讨论之前 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防务全球连线 一起来看看我的同事王孟 从日本发回的报道 可以说美军的训练场 是因为扰民被赶到了马毛岛 最早美军的航母舰载机的 起降训练基地 是在神代川县的后幕基地 但是因为产生的噪音过大 所以遭到当地居民的不满 在1991年就搬到了 相对偏远些的硫磺岛 但是硫磺岛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因为天气比较恶劣 所以美军还经常要回到后幕基地 或者去到青森县的 这个三则基地进行训练 又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 所以美军非常希望 能够尽早搬到一个新的基地 进行训练 那么根据独卖新闻的报道呢 马毛岛将来还会作为 自卫队训练的一个场所 会建一些自卫队训练的设施 也就是说自卫队会和美军 共同使用马毛岛 而且马毛岛可能还会成为 驻日美军冲绳普天间基地 鱼鹰运输机的一个训练场地 来减轻驻冲绳美军基地 给当地带来的一些困扰 那么关于马毛岛的构岛的事 其实日本政府并没有 一个明确的表态 但是官方长官建议委说 政府为了充实西南地区的 防卫体制 会整备自卫队设施 同时选出可以让航母舰载机 进行起降训练的替代基地 还表示说希望能够尽早建成 一个永久性的训练设施 而且会持续地处理此事 有日本政府官员说 其实马毛岛的构岛市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的磋商 防卫省也有官员说 为了在本年度内实现这个事情 希望能够达成一个 可以在国会上进行说明的 金额来进行签约 其实在2019年 日本的防卫费实在创历史新高 而且其中有6亿日元 差不多和人民币4千万左右 是用于向马毛岛搬迁训练基地 进行环境评估所用的费用 好 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今天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日本问题专家杨博江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李立 欢迎两位 我看到日本的这个独卖新闻 这媒体上介绍到这个事 就是说其实之前 美军的这个舰载机训练 是在距离这个东京很近 神奈川县的这个后幕基地训练 但是这样噪音很大 所以说到招致当地的政府 和居民很大的这个反感 最后不得不迁到了硫磺岛去 那距离东京大概有1000多公里 这样一个距离 那现在又要日本花了巨资 折合人民币大概10亿元人民币 买一下马毛岛 他迁到这里去 是因为美国方面 对硫磺岛很不满意吗 确实是 那么如刚才主持人所讲的 其实早在1991年 也就是冷战结束那一年 那么日美双方已经把这个训练基地 从这个神奈川县的后幕基地 转到了这个硫磺岛 这个神奈川它离东京太近了 而且是人口密集区 神奈川县和东京的关系 差不多相当于天津和北京的关系 那么但是在此后 2006年日美之间又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在日美军的整编计划 那么根据这个计划呢 在2018年3月30号 也就是去年3月30号 他再次把这个航空基地 从后幕搬到了这个阎国基地 阎国基地在哪呢 就是安倍晋三的老家山口县 那么这个山口县呢 是在东京往西偏南的一个地方 大概有几百公里的一个地方 也体现了它一个方位中心的 这个向西南的转移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阎国基地实际上 它的这个航空机的这个数量 达到了120 据说是在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航空基地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双方又在2011年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把这个训练基地 从硫磺岛再搬到这个马毛岛 你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搬迁之后的这个基地 阎国和训练基地这个马毛岛 它距离就非常近了 大约是400公里左右 确实有技术方面的原因 同时也是应美方的要求 那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美军呢现在搬到那边去 我看到有分析说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意图在里面 您分析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应该说呢 它可能是综合的考虑 因为现在呢我们通常讲的 比如说诸日美军基地 它实际上特别是在横须鹤 这个地方是美国第七舰队 司令部的所在地 就是它是部署有目前的 里根号航母的 但是呢从平时的军事部署来看呢 它的航母和舰载机是分开的 就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次我们上次说的是训练基地 实际上舰载机呢 它还有部署的基地 就是这个实际上 我们是要把它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区分来看的 那么从刚才就杨老师谈到的 它最初的后幕 那么搬到了盐国 这个是属于航母舰载机 它部署基地的搬迁 这个已经完成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 现在训练基地是从硫磺岛 现在搬到了马毛岛 对 我觉得这个呢 它实际上有个很重要的含义 就是马毛岛未来呢 它本身它从面积 就是现在双方谈的这个面积来讲 它会达到八平方公里 而这个八平方公里 是什么概念 就是它超越了最早的后幕 后幕呢是两平方公里的训练场 那么也包括现在盐国 是五平方公里的训练场 所以现在的马毛岛 虽然它是无人岛 但是按照未来 整个预期它所构建的这个方向 它将来是个非常大的训练基地 这个训练基地呢 会超过以前所有的 它的舰载机的训练基地 这是首先的第一个信息 那么第二个信息呢 我觉得它实际上反映出 就是美国目前呢 它在整个驻日美军 大调整当中的一个重心的转移 过去呢 实际上大量的它的这个方向 特别是重心的方向呢 一个是在冲绳 一个是在横须鹤 这个是美军可以说 布防包括它的兵力 最密集的区域 但是现在呢 如果说它把现在马毛岛 打造成一个在西南方向 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新的训练基地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将来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FA-18会在这儿训练 就是大黄蜂 那么包括咆哮者 A-18G 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F-35C呢 F-35C会在这儿 F-35B 包括E-2C 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那么我们说 你可以把它叫做 是一个训练基地 但是呢 它潜在的 它的作战职能 那就不是训练的成分了 就是一方面 我规避了日本本岛老百姓 就对于目前 美日特别是 它实际上是更多的扰民 是体现在夜间训练 它不仅仅是白天 它夜间要连周训练的话 那肯定 我把它后撤到这个方向 那显然是 对于目前整个 这个抗疫的声音 它会有很好的一个平息 而从它自己来讲 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是有 非常重要的价值的 就是我在这儿 看似训练 但实际上呢 我把很多新兴的装备 我很可能都部署到这儿 包括美国 现在日本嘛 日本它不是有 2018年12月份 通过的防御区感大纲 包括中期旁 那么它新采购的 42甲F35B 到哪儿训练 它肯定也在这儿训练 我是觉得 现在看似 好像是给美国 躺了一个地方 但实际上日本自卫队 它从中受惠的 这样一个能力 包括它的进攻能力的拓展 是巨大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会使它 就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这种可用的基地 更加的多元化 更加拓展 有这样的军事角度 意义在里面吗 我觉得更好的兑现了 就是它真正启动 从2019到2023年 整个它的中期旁 为计划整备 那么在整个向西南 进一步侧移 包括偏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强 因为在2013年 到目前2018年 上一个中期旁的时候 它就把西南 主导的这样一个建设 它是作为 很重要的一部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 沖绳这个纳巴方向 它上做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加强 一个就是 它在这个地方 部署了一个第九航空团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 会多出来40架F15 这是首先的 那么其次 12C它部署到这儿了 如果说我们再考虑到 2018年3月份 它的水陆机动团的组建 那么实际上 它在整个西南 主导方向 已经做了一个 五年的围棋的一个设计了 那么现在进入到了 一个新的五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它把它的 F35B放在这儿 那么也包括和 美日之间的 联合的演讯活动 放在这儿 那潜在的 它的攻击 包括前出的这个能力 会进步增强 我觉得它间接上 实际上真正是贯彻了 就是未来向西南 主导倾斜的这样一个意图 所以就用目前的这个 各方面条件来评估来看 不管是主观的因素 还是客观的条件 马毛岛似乎还都是 比较适合于 驻日美军来使用 那现在我就产生一个疑虑 因为我们都知道 横须鹤是美军 在海外唯一一个 航空母舰的一个母港 那这个马毛岛 未来有没有可能 照着这个标准 去打造去建设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这个横须鹤 这个航空母港 会不会挪过来 或者说就是在日本 有两条航空母舰的母港 它具不具备 一个航空母舰的 一个港口的建造条件 它的地理环境 符合相关的安全的要求 这个可能要通过 下一步的过程来看 但是确实将来这个地方 它会打造成一个新的 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包括驻日美军 一个新的拳头单位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你比如说后幕 我们知道 为什么后幕过去很重要 是后幕它是美军 整个的鹰潮 也就是西太平洋的鹰潮 我们通常说的鹰 就是大黄蜂FA18 那么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过去 它几次都在半签 从这个后幕移到了盐国 那你从现在的 盐国基地的位置来看 它上本身有军事考虑 我认为它上有多方面的 战略上的制衡的考虑 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它是看着半岛的 盐国基地离朝鲜的距离 是很近的 就是如果说我将来 以这个地方为依托 开展对半岛的 任何的潜在的威慑行动 它是非常便利的 就从现在盐国基地的情况来看 那么另外 它在盐国 它实现了一个河边 就是美军 它是把它目前 两栖攻击舰队的直升机的 这样一个力量 和目前它的航母的 舰载机的力量 实现了河边在这个方向 所以它现在实际上 是在局部很多的方向 它是打造成了一个 超级强大的航空兵的 这样一个基地 而且从盐国这个方向 那我们知道 如果它现在和马毛岛 这个距离 大家实际上可以量一下 它是400公里 这个比以前 它往硫磺岛大量的 这个时间都花在半路上 就一次起飞 要飞1400公里 到硫磺岛 如果说我训练完了以后 如果要是紧急 想回到其他方向 没有空中加油 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所以它现在呢 给它整个训练的弹性空间 增大了非常大的一个弹性 但更不要说 如果将来在马毛岛 如果真正形成了美日河边 我觉得这个是下一步 一定会看到的 你像现在日本 为什么会采购ERC 那我们知道ERC 它是舰载的 那么舰载的预警机 为什么日本会采购 我认为它就是要 部署在这个方向 它可以依托美国未来 它整个的航母编队的 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 来充分地融入到 美国现在整个的 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当中 那么形成什么呢 就是美日实际上的 无缝链接 它是在这个大量的 平时的无缝训练当中实现的 那么你现在F35A 它已经有了 F35B现在它马上也会装备 再加上它自己 你包括初云 那包括像现在 我们知道加贺号 像这种训练 它平时完全可以开过来 就这个地方将来 它不一定是个 美国航空母舰的母港 很可能会出现了 日本它所谓的航母的母港 它完全就把这个地方打造成 就是日美联合的航空兵基地 加上日本自身的 它的自卫队的 这样一个航母的基地 我认为在这一点 实现上它的难度是很低的 就在最近除了日本方面 要重点打造这个 马毛岛这个军事基地之外 在3号 有外国媒体又报道称 美军今年将在日本冲绳 举行首次案件导弹的演习 并且美军还将在冲绳部署 案件导弹 那么美军 这又是在打着怎样的算盘呢 通过短片 为您简单介绍一下 日本媒体产经新闻 1月2号透露称 驻日美军已向日本自卫队通报 美军将在2019年 首次于冲绳线 实施地对舰导弹训练 报道指出 中国的航母和舰艇 频繁通过冲绳附近海域 进入太平洋 美军此次的决定 则充分地展示出 要抑制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意图 报道称 美军在训练中将使用 M142海马斯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发射其搭载的战术导弹 导弹射程约为300公里 可实施对舰攻击 和岛屿间射击等对地攻击 理论上只要在宫谷海峡 任何一端部署这样的武器 就能实现严密封锁 日本媒体称 近年来中国战舰频繁 穿越日本周边水域 包括穿越宫谷海峡 对马海峡 宗谷海峡 几乎成了中国海军 进出西太平洋的常态化活动 那么美军若真的实践这一新战术 将会对进出西太平洋的中国舰船 带来怎样的威胁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问题 美军之前在冲绳地区 是以它的空军力量为主 怎么突然现在又要把 这个岸舰导弹 地对舰导弹要部署在这个位置呢 如果放在这儿了 又会对咱们的军舰 进出太平洋会产生哪些威胁呢 我想这是一个 进攻性的部署行动 而且它相当于是加强了 自己对于公国海峡的这种控制 这个潜在地图呢 应该说是很明确的 因为现在呢 从大的如果说 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看这个态势 就这次这个调整 我们会发现呢 美日它的整个重心 确实向西南倾斜了 因为现在呢 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 最大的空军基地在哪呢 在冲绳 冲绳的加首大 它这个使用面积的20平方公里 那么加上这次马毛岛 有8平方公里 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方向 它是把现在整个日本 就是驻日美军最大的两个基地 恰恰是在西南方向 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势 那么到了这个态势以后呢 我们再想到 就是如果它在把它的 岸箭导弹部署在宫谷 实际上也是西南方向 那么它现在宫谷海峡 最宽的地方 也就是200公里 如果两侧都部署 它这个一二式的岸箭导弹的话 那大家知道 这个潜在的 对于海峡这种风控 我们指的不是平时 就是立足于紧急事态 危机事态的这种战时的应对 它上潜在的准备 这个意图是很明确的 同时再加上呢 这几年日本商还把它的 很多的弹药补给仓库 也都放到这个方向 我相信这次 马毛岛它本身的建设 它一定要有它的油料库 弹药库和整个的指挥塔台 因为如果没有 这样一些要素的话 它作为一个训练基地 它是不成立的 那现在你要知道 就是整个 你比如说指挥塔台的方向 包括它的弹药库和油料库 那么它的补给 实际上它不仅是 对于充实方向可以进行补给 它像向南延伸到 宫谷方向都是可以的 那么将来在宫谷这个方向 它像除了 一二式案件导弹以外呢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 就是海马斯 M142 这个呢过去 日本这些年 一直是在提出了采购的计划 它过去呢 有那个M270 就是履带式的 很重 大概20吨左右 然后呢 你要是推进的话 它没有那么方便 但是现在呢 海马斯呢 能够达到10吨左右 那么C130 随意它就可以在整个 日本它所需要的 部署的方向 它可以做相关的一些 应急性的部署 那么部署以后呢 考虑到它本身 它实际上是 有一种制导火箭弹 还有一种无制导的 如果是制导火箭弹呢 可以达到70公里 那它实际上相当于 就在这个方向 它是加强了 整个地面火力的 这样一个部署 而这种进攻性的火力 我觉得这个意思本身 它就是很危险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您提到 美国现在在武装日本 在这个弹药储备上 也有新的动作 现在就说 要在日本的这个 新田园这个位置 新田园 还有筑城的基地 这两个地方 要新建两个 这个武器弹药的仓库 美国为什么现在如此 重视在这个地方 要加重武装呢 它从这个军事 合理性的角度 比如说这个地方放什么 这个地方放什么 很明显 从2000 因为2006年以后 它被耽搁了几年 至少是耽搁了三年 因为从2009年开始 那么进入了 三年多的民主党执政时期 特别是在 三届民主党政府当中的 这个纠缠内阁 它其实是很不配合的 我们现在呢 记忆忧心的 就当时提出来 东亚共同体 要揭秘这个日美之间的 和密约等等这些 要跟美国建立对等的 这个同盟关系 这些我们都还记忆忧心 所以美日关系被搞乱了 在保守派看来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现在呢 都是在按照那个计划实施 一切朝着这个军事合理化 提高效率这个方向在走 包括刚才说的 这两个重大的步骤 那么至于刚才所讲的这个 这个导弹的演习和部署这个问题 我认为重点在于 加强这种战略威慑力 因为无论是从国际法理 还是从实际情况来说的话 我们设想的那种 恐怕是一种极端情况下 也就是战事 而从这个国际法理来说的话 日本周边的几大水道 无论是南边的公骨 还是北边的京青对马 它都是属于国际水道 或者国际水翼 国际航道 而日本它的这个领海主张呢 根据它自身的领海法 它不是12海里 而是3海里 也就是说 中间有更大的地儿是 其实是国际水道 它认为是公海 国际水道 没错 国际水道 所以恐怕在根本上 还是体现了 中日之间缺乏 严重缺乏战略互信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它对于中国的 相关的合理合法 合情的举动 总是心怀余力 总是坠坠不安 那么美国呢 又筹准这样的一个战略时机 加强来对日本整军精武 来重新武装它 我想是这样的一个 政治上的本质关系 所以说除了在我东海当面 美日近期的这一系列 比较密集的军事动作之外 近期呢 在我南海方向 还有一些域外国家 也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又在打着 怎样的小算盘呢 下面通过短片 为您介绍一下 据香港南华早报 1月3号报道称 英国国防大臣 加文·威廉姆斯 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 英国计划在加勒比和东南亚 建立两个新的军事基地 新的东南亚军事基地的 候选地点 包括新加坡和文莱 他说 这是我们国家 自二战结束以来 最重要的时刻 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 重塑自己 我们实际上 可以在世界舞台上 发挥世界期待 我们发挥的作用 据外媒分析 此举标志英国从上世纪60年代 撤出东南亚和波斯湾军事基地的 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 2018年8月31号 英国海参之子号船务登陆舰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擅自进入了中国西沙群岛的领海 中国海军依法对英国这艘军舰 实施了查证识别 并且予以警告驱离 英国为何此时声称 要在东南亚建立军事基地 防武新官查证在播出 杨老师您看 我觉得英国的这想法挺奇怪的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想到要到东南亚来建军事基地呢 而且是想在新加坡或者文莱 您觉得可能性有多大呢 那么我们说 同样的例子 比如说美国撤出 菲律宾的克拉克和苏比克 海军空军基地 是在91年92年的事情 上个世纪 那么再重返亚太到奥巴马时期 大约是隔了20年 而英国这次大概是隔了50多年 但是从重返的这个前景来看的话 我想是相当困难 相当困难 您是觉得英国现在的实力而言 难以支撑吗 我想有几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的话 首先从所在区域 就是它你重返的这些所在区域 和这个国别的客观环境来说 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们已经不习惯 有一个英国的军事存在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 和军事安全环境了 第二点的话 就是英国自身条件的限制 英国日不落 但是现在已经远远不是 过去的那个样子了 所以它的军队的规模来说 比如说在冷战结束以来 那么近30年的时间里边 几乎是削减了一半 仅从规模来看 包括预算的 包括等等这些 包括经济总量 在世界的排名 都是在逐渐的往后排的 这样一个趋势下 保守派政治家 可能是要为这个国家 寻找一个出路 寻找一种在世界上的存在感 但是靠恢复军事基地 这种做法 应该说是很拙劣的 南院北什么的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就想请李老师您分析一下 因为美国最近这两年 都在提出什么所谓的 重返亚太 现在特朗普总统又说了一个叫做印太战略 所以说整个英国现在所提出的这一块 是美国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点 那您觉得现在英国的这个战略 它美国可能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和美国商量好的吗 是为了要服从于或者说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吗 大家知道 元月10号安倍就在英国访问 而这次访问很重要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合作 它上更多的是经济和防务的双合作 它是双加强 从2017年双方就有二加二的这样一个会议 那么当时就确认了 就是英国和日本要在亚太地区加强合作 我相信这个是由美国影响的大的背景的 在去年8月份 英国就有一艘舰进入到南海 属于它所自己想讲的叫做航行自由行动 这个全然就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 那么再看看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英国 美国 日本三家 就搞了一个演习 那么日本当时出动的是出云 美国是出了一艘潜艇 就是从它第七舰队调过来的 包括出了一架P8反潜机 加上英国的一艘舰 你这样一种规模它想做什么 我相信在英国整个重返亚太的过程当中 美国是举双手战层的 就是它真正是用它自己的行动 它在兑现对于美国这个承诺 也就是盟国在推进整个的 整个印太战略当中 英国是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的 所以在未来英国重返亚太 它更多的 一个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角度 就不想让自己的影响力衰减 包括分享亚太的成果 但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它有一个因素 就是在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背景之下 它实际上在响应美国的号召 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析 那么更多的军事新闻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施工栏目 今天的房屋新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